接下來這一件 感覺 歌謠 你看看 帶來的東西也有官謠 也有軍謠 還有歌謠 歌謠也有 還大名成化年製 這也是一個 對 這看起來應該是個鼻喜 鼻喜 應該是文房用具用的 你覺得是文房 它滿小的 所以有可能是手上把玩器 有可能 是 對 林先生買多久了 這個大概差不多 他說 十年有的 對 這買滿久的 早期 早期買 這是早期買的 美國那時候才小學 是早期的收藏 在台灣跟台灣長家買嗎 沒有 日本 一樣日本 你真的是各處買 到處買 是 那個長家跟你說 他的年代 他怎麼斷代 他也是說明代 是明代 明代去仿宋代 的一個喜 歌謠 其實你在宋的時候 會有各方的窯 窯口很多 為什麼 因為窯 這個東西 就是賺錢賺很多 因為國家強 然後人有錢 每個人家裡面 都搞一個瓷器 沒有瓷器就表示沒文化 所以你想你也買一件 我也買一件 那個窯來不及 你知道嗎 所以有很多的窯 可是那麼多的窯裡面 很多就淹沒了 歌謠為什麼獨樹齊名 是 很簡單 因為歌謠的裂片 冰裂片 那是最漂亮的 冰裂片是最漂亮的 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你仔細看 真的是天然的 所謂的天公造作 它的那個冰裂紋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是 這叫開片紋 這種開片紋 是所有謠裡面 最漂亮的就是歌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而且它叫做鐵線 而且你看看不像鐵絲 鐵線 而且這個鐵線的分布 很有藝術性 所以說它是上帝的傑作 所以到後代 很多人去仿歌謠 可是歌謠有幾個不好仿的 就是一個就是右色 右色不好仿 第二個就是底不好仿 為什麼 因為這個底 你不能上顏料 那這個就是怎麼樣 胎 這個底就是漏胎 這個歌謠一定是漏胎的 所以我們也用我們的放大鏡 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當初買多少錢 當初買15萬 而且這一件是 大概你說10年前買的15萬 怎麼那麼小 對啊 當然是不便宜 那我們覺得很 不要精緻 你覺得小反而精緻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底 這個底的顏色就很深 然後呢 它是大明成化年制 是 它是不是真的大明成化年 這個我們就要先 因為在機缸杯上面也寫著 大明成化年制 對不對 對 可是它是不是真的大明成化年制 那這個 這個軍堯的 這一個小小的喜 在乾隆皇帝的多寶閣裡面 有一個 乾隆皇帝 他下江南的時候 他很懷念他公里的那些東西 所以他就找人家造 做了一個多寶盒 然後它是一個夾成的 打開以後 然後還有小抽屜 每個小抽屜都會放一個 縮小版的國寶 那個縮小版 就是乾隆皇帝最喜歡的東西 包含印章 包含瓷器 包含一些雕 牙雕 他就是 這個人反而有權利 是算他的玩具的概念 對 多寶閣裡面他就有 就是跟這個一樣大小 那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些棱角 內縮 它就是花器 它本來就是一個 這麼大的花器 然後它為了要變成一個玩具 它就變縮小 你也要看這個氣形 你就知道它是完原坊 君堯的作法 你也就是被它的氣形所吸引 你覺得它是個四角往內凹 很特別 沒有 我要來建 價格不便宜 我們來試試看 這一隻價格有多少 請建價 十二萬元 做得是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 它的包姜沒有那麼久 我們來看它的包姜 所以我們在看古詞的時候 它一定有包姜 原因是因為這個東西 一定是放著 它不可能埋在土裡 對不對 放著它也就有氧化 也有跟空氣的氧化 或者是跟人之間的觸摸 這會成為一種包姜 那這個包姜 它沒有辦法用什麼 其他的燃料 噴漆什麼 去製作 它就是一個天然氧化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 還是比較新 所以我的評估 清後代的東西 清後代 是 所以這個要跟您評估一下 賴老師 好的 我們如果去故宮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一個 這個叫歌謠小喜 我腳小喜 那你會看到它的物件 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在故宮 我們台北的故宮這一件 就長這個樣子 但是你看到它的這個方族 有沒有一樣 這腳不一樣 它只有織釘 是 它是四個織釘 是 那在2017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 那個慕文堂 就是在北京保利 它拍賣了這一織 拍賣了多少呢 拍賣了兩千六百萬 人民幣 是 是 所以你要倒帶的 跟這個應該是後期房的 所以你看它的那個圈竹 是比較不一樣 是 這個人家是只有織釘 那如果台北故宮有的話 大概長得一樣的 價格都會很高 對 對 是 接下來下一個物件 它的底足你看 泡了一圈 定搖 定搖 還有它的上方也是一樣 是 這個定搖買多久了 這個大概是三四年前買的 對 三四年前近期 在疫情的時候 對 你也還在收入保護 是 是的 跟你 這是在日本買的 日本的古董商買的 在日本的古董商的話 你是線上交易還是親自飛過去 沒有 一樣是線上 一樣是線上 我很好奇你當命理老師 現在有線上的 對 也可以在線上 一樣 可以 論命 一樣 因為一起期間我們 對 也還是用線上 再交易 那你當命理老師多長時間了 十幾年了 有沒有遇過非常神奇 無法解釋 科學不能解釋 因為你長的其實是 你知道 因為你的樣子 真的不太像命理老師 你就是一個學者 所以我覺得 你說的我都會相信 然後你居然有碰過 無法解釋 不可思議的事情 有啊 跟我們分享一件 像我的這個 有一個客人 他也是像我們家喜歡 就是收藏一些藏品 那有一次 他就收藏了一個 玉子的一個 外面雕龍蚊的一個球 是 那 他帶回來沒幾天 他就出車禍 然後手也斷掉 腳也斷掉 那家裡的小孩 每天晚上都會哭 哭鬧 那他本身也有在做生意 生意就往下掉 那他就覺得 很衰了 他就覺得不對 後來他就來找我 對 我請我去幫他看一下 那後來看到這個東西 它是有問題 因為裡面 它的裡面有長的 就是有一個 骷髏頭的顯現 因為他說 他在裡面已經很久了 那你要請他走 他也不願意 是 後來我們就把他送到寺廟 就藉由寺廟 就是神佛的力量 幫他做超渡 他也同意 所以我們就把他送走 那送走 就 家裡就好了 所以我好奇問一下 有的時候我們一些 藏家會帶那種 陪葬品來 如果他真的是陪葬品 會不會影響 家裡的運勢或是磁場 其實不一定是陪葬品 其實像這些古董 有些很久 像剛才老實講 有清朝的或明朝的 對啊 你也不知道它來源怎麼樣 所以一般我們收進來 我們都會先做一個進化 進化完才收到房子裡面來 這樣是比較好的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定窯 定窯基本上是在五代的時候 就有了 就五代 那定窯的開始 也是從所謂淘氣開始 後來又越來越做戲的時候 那定窯為什麼它都是白磁呢 因為定窯那個地方產的磁土 它的限天條件比較好 但是定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定窯的燒製方式是最古的 它是一種所謂的立式燒 立式燒就直接放在上面燒 燒完了以後 等到窯打開 冷卻了 我們要拿起來 它會沾上去 沾上去以後 一拿這邊就會有什麼樣 就會刮衣服了 是 盲口 那怎麼辦呢 就修 可是你知道嗎 磁器很硬 不管怎麼修 也不會很光滑 那怎麼辦呢 就香一層 金屬在上面 但是一般來講 好的定窯都是香銀 香銀 用白銀香 白銀 然後你看你這個上下都有盲口 都有 但是其實只會有一個盲口 因為你這個地方不可以接觸 你如果是這樣子燒 有可能 這樣燒有可能 那你就是這邊有盲口 所以你這邊就要包銀 不然的話就不平 但是你包銀它又變黑 這就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定窯的東西 它有盲口 所以它會香邊 這是定窯的一個固定的方式 但是它不會香兩邊 香兩邊的唯一可能就是 假設 這個缺一個口 那我們把它切掉 切掉就會 就又拉手了 所以你就再香一個邊 這個唯一就是修復後在香邊 所以這個我看起來應該不是修復 不用修復 然後這邊我可以看得出來 這下面的連拌是貼花 是 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花是刻花 這上面的回紋是首刻的 也是刻花 貼花跟刻花 並存 這個一定是近代的 近代的 因為在定窯而言 不是刻花 就是貼花 不然就是印花 它不可能三個放在一起 這個必須要了解 必須要知道 這個是玉湖春瓶 這是九湖 玉湖春瓶 拿來倒酒 玉湖春瓶 很漂亮 而且這個很到位 各方面都很到位 買多少錢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買8萬塊 8萬塊台幣 我們來試試看 請見人家 誤問人 有 這件事 我也覺得也是 因為我仔細用放大鏡看 您這個香編是銅 不是銀 一般香編不會用銅 一定用銀 為什麼 因為古人很迷信 就是說香編順便可以防毒 你說銀 你要劈霜的話 丟進去 它馬上發黑了 所以一般都是用銀 而且銀比較軟比較好做 是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好看你